大家好,我是台湾长笛嘉年华的总监卓燕秀 在我小的时候呢,虽然多媒体不如现在的这么的普及 可是每个长笛的教学者,每个长笛的演奏家,甚至学习者 都非常的积极参与各类的长笛活动跟发展 而近年来的长笛学习人口呢,也说 再加上疫情的肆虐,合作这件事情在长笛圈圈跟音乐整个发展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无论是音乐家跟音乐家之间的合作 还是学员学生的团队学习 甚至是乐器展厂商们的共襄盛举 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合作 这件事情是亚卓最重要的课题 那亚卓只是在建造这个活动的大平台 让市场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兴盛 进了增加更多的长笛的喜爱者、学习者 甚至更多的长笛爱乐者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安长笛嘉年华呢,招收12岁以上 音乐班或非音乐班的长笛学习者 没有年龄的上限 原因是因为近几年呢,成人的学习人口增加 学习通俗的流行音乐呢 是比较容易信手拈来的短期目标 可是身为音乐教育者的我呢 希望音乐的深度跟广度呢 能再为学习者有更多的提升 我们带整个团队上国家级的音乐殿堂 国家演奏厅来举行我们的长笛嘉年华音乐会 台湾长笛嘉年华就是建造这样子的 长期的目标给更多的学习者 有目标的学习呢 这个市场才会有更多的活络 跟更多的进步 主要艺术知道 艺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 我们的梦想很大 可是我们做事非常的小心谨慎 我们在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 都会有少许的不一样 我们每一次都在为活动做优化 让每一次的活动都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有看头 让所有的学习者有更多的收获 每个环节都是集合了合作伙伴 合作老师、合作厂商的心血 欢迎大家来报名台湾长笛嘉年华 也欢迎大家在7月2号 长笛大观人跟我们一起同乐 7月9号台湾长笛嘉年华音乐会 也非常的精彩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 台湾长笛嘉年华